天万有天 这是一部经典的香港武侠类电影 它是以金庸著名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为背景进行创作的 在今天看来 里面的内容有些取魔改的成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看一下这部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老 话说兴旧老怪丁春秋自从败入逍遥派门下 一直鳄鱼奉承自己的师娘李秋水 久而久之独守空归的李秋水耐不住寂寞 就与丁春秋发生了些伤风败德的丑事 此时被师父吴雅子知道后 丁春秋先下手为强 将师父打下万丈悬崖 从此吴雅子变成了一个活死人 丁春秋自从依附于李秋水后 得李秋水相助 练成了逍遥派的第一魔宫化宫大法 丁春秋凭借此魔宫 消灭了武林各大门派 最后只剩下武林的泰山北斗少林寺了 丁春秋带着自己的徒子徒孙 大张旗鼓地杀上少林寺 少林寺罗汉堂的首座玄南大师带人阻挡 先与丁春秋手下的女弟子过招 轻松将他打败 正准备杀向丁春秋时 被丁春秋以化宫大法打个粉碎 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老和尚 少林寺要改名字 以后就叫兴宿少林分舵 所有的香火灯油 我占七成 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管 此时丁春秋开始大言不惭 要求方丈悬辞归降于他 从此改为兴宿少林分舵 这直接就是让方丈 从一个董事长变成了一个大区经理 这种赔本的买卖哪里能让聪明绝顶的方丈接受 于是方丈召集少林寺四大长老大师与丁春秋比试内力 连万佛朝宗都施展出来了 可终究还是不敌丁春秋的化宫大法 在众人的慕哀中圆寂了 灭了少林之后 丁春秋距离一桶武林的大业又进了一步 如今唯一能阻挡他称霸武林的只有逍遥派的三老了 分别为天山同老李秋水与吴雅子 丁春秋先是挑拨天山同老与李秋水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两个自相残杀 李秋水于是找上天山同老与他大战 谁知道李秋水算好天狗十日的日子 原来每当天狗十日之时 天山同老的功力就会减弱 就这样李秋水将天山同老打得重伤而逃 而李秋水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新一代的天山同老 谁知道李秋水竟然要丁春秋加入他的灵救宫 丁春秋自知不是李秋水对手 只能暂时先忍了下来 丁春秋见李秋水翻脸不认人 决心亲自前往龙崖谷中 看是否可以从吴雅子那里找到克制李秋水武功的秘籍 丁春秋来到龙崖谷 被师兄苏星河阻挡 丁春秋于是与他动起手来 苏星河虽然武功高强 但是还是不敌丁春秋的化功大法 最后死在了丁春秋手中 杀了苏星河后 丁春秋看到吴雅子 宁愿将自己的百年功力传给一个小和尚 都不愿意传给自己 非常生气 就用化功大法将吴雅子打得尸骨无存 可就在这时 竟然让丁春秋发现了藏在吴雅子身后的北冥神功秘籍 丁春秋练成北冥神功后 来到灵鹫宫中准备杀了李秋水一桶江湖 此时李秋水正在与商玉付出的天山同老大战 两人在比试中 不小心被小和尚驱逐吸取大半功力 功力受损的两人 看到丁春秋只能同仇敌看 一起对付丁春秋 可毕竟丁春秋已经练成北冥神功 用北冥捆线索将二人擒住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 李秋水的妹妹李沧海竟然出现了 原来他找到了逍遥派的修仙至宝玉玲珑 此玉玲珑不仅可以增强功力 而且还能起死回生 丁春秋想要抢夺这宝贝 没想到经过一番争夺 宝贝却进去了阿子体内 阿子功力大增 与拥有两百年功力的虚竹 一起将丁春秋打个粉碎 就在众人以为大功告成之际 突然丁春秋残骸里竟然破体而出 一个年轻力壮的人 原来北冥神功竟然可以重生 果然修仙门派的武功就是了得 但运用北冥重生法复活的丁春秋元神 还没有成形 所以此时还十分脆弱 天山同老告诉阿子 打丁春秋的影子 因为元神就在影子里 就这样刚刚复活的丁春秋 还没有发挥救援神俱灭了 丁春秋死后 拥有一灵龙的阿子炼成盖世神功 当上了灵鹫宫的新主人 从此江湖武林皆以阿子为尊 天龙八部的故事 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一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